看着很不真实,但这是真实发生的 2024年的1月下旬,我在马来西亚亚皮待了大约10天的时间 它位于东马来西亚的沙发 这次从亚皮入境马来西亚,没有问任何问题 也没看任何离境机票,直接就盖张免签入境 在亚皮的这10天住宿方面,我总共花了222人民币 在一家叫做H2-Sagama的客栈 我看通常这家主宿价格普遍在30人民币以上 但是我对比了各个APP的价格 最终锁定了约25人民币一晚的床位价格 甚至还包括简易的早餐 我没有固定使用的APP,但我通常会参考5-6个APP的价格 这可能会让你找到省钱的价格,但是也会消耗你的时间 关于亚皮的其他物价,通常在餐厅吃一份饭的价格在18V左右 就是大约15人民币,我没有吃过13马币以上的食物 每顿饭都最多不超过20人民币 如果在街头吃一份饭的价格是7马币左右 这就是这边当地的这个肉饼,就是加了两个蛋,4块马币 就是饼,然后里面加了大米,就是拼份 在当地我发现的最便宜的烧烤只需要一马币,一串牛肉串或者是鸡肉串 他们家的这个烧烤鸡肉,1克钱马币一串 在这个夜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地的水果,尤其是榴莲和山竹 榴莲最便宜的我遇到过3块马币一公斤 山竹我遇到过5块马币一公斤 这多少圈?10块是吧,这是沙发骨 1,2,3,5 7块块的 吃着像是郭欧米,咽下去像是山竹 我经常会在每个下午去咖啡厅里剪辑视频 我很喜欢这家咖啡厅叫做Old Town Coffee 他们有马来西亚当地特色的白咖啡 最便宜的一杯咖啡只需要5马币 不到10nb就可以做半个下午 也有一家叫做October Coffee 会稍微贵一点 大概10马币或者12马币一杯咖啡 它也是我至少去过两次的咖啡厅 关于当地的网络 因为每天从住处走路5分钟以内 就可以抵达超市市场、商场、餐厅等等 所以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使用客栈的wifi 但是也可以购买当地的手机卡为套餐 从机场买的话大约20马币 就可以搞定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的套餐 当然了同时就会更便宜一些 从亚批机场打车去市区 通常8马币就可以 使用当地的grab打车软件 也可以使用中国的租车APP 在机场租车或者在市区租车 在市区也有租车的车行 我看到最便宜的有100马币一天的 建议看价 我和客栈里的室友曾经租车一天 跑了亚批附近的深山 据说那里是东南亚最高峰 之前我还其实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五个人一天跑了大约500公里 赞赞赞租车的价格 每个人最终share的约62人民币 有点不真实这个感觉 其实东南亚最高峰 马来西亚的游价很便宜 我其实已经拍过两三个视频分享 本期就不再啰嗦 这是沙巴的某一个海上的日路 看着很不真实 但这是真实发生的 我非常喜欢在亚批这十天的生活 超市和很多暂订也都可以使用 支付网或微信支付 最后关于当地的银联卡曲线 TIMB Bank 还有Megang都是我清测过 不需要手续费的银行 是意味着当地不收手续费 然后我是使用海南银行 因为外面了中国的手续费 最终取到的钱都会留在1.51到1.54之间 也可以使用人民币现金 或者美金现金等 去在当地的moneychange 换钱 但是汇率不如曲线 或者说你也可以到当地的中国商店换 如果来不及贯适的银行卡 在亚批之后我去了文莱 我的第122过 在下期视频我会分享关于文莱的情况 感谢你们观看 祝你们能够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我们在下期的视频当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